七八七啊 各位 虧尾了兩年多 我們終於再一次踏上日本 東京啊 現在新宿車站 其實整個人潮 都比以前的東京要少很多 很大間耶 這間很大間耶 你看這邊晚上開燈 你看 哇 很Chill很Chill 哇這邊 我們總共拍了 兩T多的素材 實際集 還有日本版的對決 經過了兩年多 觀光客的愛店 無敵家 到底現在有沒有排到爆 全部都失蹤 你看這個叉燒 可以操作大概兩公尊厚 超爽 大家好我是Jerman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久違的Vlog 然後我個人非常的澎湃 因為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出國了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的第二航向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全程會使用最新的 Insta360的X3 來進行錄製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就是它用5.7K 30張的這個模式 拍下來 然後它是全景的嘛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 它有一個全景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裁切 所以呢 其實我不用轉 我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們這一次 跟我們一起出來的夥伴 終於過兩年多 又重新出國 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這次去日本呢 主要還是工作啦 是拿商業籤 然後去拍房地產的影片 還有日本版的對決 不過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Insta360X3新的賣點 第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這個預覽螢幕 放大到2.29寸 控制起來非常的直覺 那當然全景相機有很多玩法 除了我們這次拍正常的Vlog之外 我們中間會不會嘗試 包括了它可能在行徑中 有一種第三人稱 很像有人接拍你那種感覺 很酷之外呢 還有一些子彈模式啊 然後各種模式 我們會玩給大家看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說 現在2022年的東京街頭 長什麼樣子 之前跟我出國最多次的應該是Sally吧 來來來 Sally 多久沒出國了 哇兩年了欸 兩年了 三年了2019 2019年 那你上次出國去哪裡 去日本 欸這次出國會不會很緊張 很緊張欸 很怕東西沒帶 很怕東西沒帶 希望一切順利 有啦至少我們已經出境了 然後接下來呢 來訪一下我們的那個Kent Kent也很久沒出國了吧 他說我們去東京啊 你上次出國就跟我去 對對對 那聽說你算是我們裡面 也是很常抱怨說 超級想去日本 超想 夢中都在想 緊張的點是在於說 就是因為疫情多了很多堆地 你很怕哪一關 到現場才發現說 這個沒申請到 光是商業簽就超麻煩 超麻煩 然後還有PCR 那個申請過程真的 PCR超貴 APP也超瘋 花了快兩萬塊 五個人等於一個機票錢 對對對 欸講一下機票錢 這次因為以前 我們這是做長榮 以前長榮暑假 現在應該也要一萬二一萬三吧 現在漲了 我們買一萬七嗎 一萬四一萬五 但我們一萬四萬五是便宜的價格 對 其實正常買要一萬七 那來問一下這個 Eno 來來來來 聽說是這個要回到故鄉了嗎 你要回到故鄉 第一世界舅舅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回我家去了 所以回去 對啊 我好想去日本 他要去日本 做夢都會夢到我在日本 可以啦 而且那個 好奇 好奇奇兒 我們兩個你再回去以後 看我兒子會忘記我 應該可能就圖小學了吧 我想 太快了啦 對啊 然後最後來看一下 我們的攝影小哥彥瑋 欸彥瑋 聽說很多年沒出國 差不多兩三年 兩三年 兩三年了 對啊應該三年 他說上次出國是那個 當兵權 沒錯 好啦各位 我們就出發全往日本吧 耶 咕咕咕咕咕 七八七啊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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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兩年多我們終於再一次踏上日本 東京啊 哇 好久沒有回到東京了 一龍有沒有感動 超感動的 這個氣候雖然外面下雨 可是一聞到這邊的空氣就覺得 天啊 車太棒了 現在是這個八月底 然後東京二十幾度耶 二十四 二十五 對 蠻涼的 我剛在飛機上發現這個X3超好用的 是我只要插在那個塔裡 它就可以拍到整個180度 這個狹小空間的功能感也蠻好的 你們機器艙做得如何 我覺得還不錯耶 旁邊都沒人耶 一個人坐三個位置啊 對啊 一個人坐三個位置 都可以躺 都可以躺 我跟你講對旁邊那一個人喔 他們都直接躺 它是怎樣 它是腳 超商務艙喔 各位 我們現在在新宿車站 然後呢 準備要徒步前往我們要住宿的那個民宿 現在新宿車站 其實整個人潮都比以前的東京要少很多 我們現在得知一個殘酷的消息 我以為離新宿站很近 結果要走1.6K 這個就是來東京的日常 每天都在減肥 那今天的東京難得下雨 現在是毛毛雨啦 那這個時候呢 又體現出了 INSTA X3的一個優勢 就是呢 它旁水 所以其他人的攝影器材都先收起來 只有我的還在錄 各位 剛剛從新宿車站走了1.6公里 然後呢 終於來到我們住的民宿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次是租兩間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簽名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住一間 我剛剛看了一下滿大間的 然後他們其他的 住另外一間很大間的 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會另外在看房的影片會跟他聊 除了一般的開箱房間的格局之外 會跟他聊說 他在新宿這個位置大概多少錢啊 然後投報率怎麼樣 很讚耶 各位 我現在在大家住的另外一間大房間 然後呢 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很大間耶 這間很大間耶 欸 你看這邊晚上開燈你看 哇 很chill很chill 坐在這邊對不對 可以烤肉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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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睡三四個人嗎 其實我們大家搞不好都可以睡的嗎 那邊還有三張大人床 一人睡一個床啊 好大喔 各位這一戶呢 他們說 這一戶行情在東京大概要賣日幣1億 1億多 然後我們細節再跟大家介紹 反正我們先休息一下 吃晚餐囉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民宿的電梯有多急 還有Insta360有多厲害 來第一位 下一個下一個 你一定不會逼 第三位 超級機 最後一個最瘦 讓他承受 可以啦 讓他承受吧 拜拜 拜拜 最瘦的 各位我們現在是第二天 準備要來開拍房地產的企劃了 今天終於是出太陽了 沒有下雨我覺得好很多 哎呀 有藍天耶 嗨 商店街 你要去拍空景 好 住在商店街裡面蠻算幸福吧 應該每天會有很多早 各位經過了這個一整天的拍攝 我們第二天終於拍完了 然後現在時間是下午的四點多 我們現在是在池袋車站附近 準備要去吃拉麵 我們要去看一下說 經過兩年多觀光客的愛店 無敵家到底現在有沒有排到爆 你看你的好爽喔 你很為第一次吃喔 讚 讚 各位在室內的時候呢 你看他就可以展現出 InstaX3那個優勢 大家知道喔 日本的拉麵店非常非常的窄 非常的淺 他的這個桌子可能也就 40公分深而已 所以一般的手機或是攝影機 很難把全部都拍進去 可是因為他是全景相機 超級廣的一個特性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在用他的單鏡頭模式 只有這一面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面有拍攝 可是也是超廣 他可以完整的把我這個位置都拍進來 而且有個重點 你看我人在中央嗎 我就變超瘦 哇 我就來了 全部都四周 喔 無家特色呢 其實他就是很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他的這個麵呢 這硬度我覺得處理得很好 然後也不會太細或是 或是太粗 這個湯的油脂感比較濃郁 就是很濃厚的那種 臀骨味 你看這個叉燒 這個叉燒大概兩公分厚 超爽的 超爽的 嗯 各位現在是我們在日本的第三天 然後我們在拍房子的空檔呢 來看附近一個蠻漂亮的神廟 這個神社呢叫做大公八帆公 很漂亮 這個時候呢我們來demo一下 INSTA X3的一個功能很經典 叫做子彈時間 那顧名思義喔 他是用慢動作 然後去捕捉身邊的這個狀態 那他有兩種配件 一種配件是像他附的這個 官方的配件 他是伸縮的 你可以自己稍微控制長度 例如你只要短一點的話 你手要握著他 那最長可以大概到一米多 那還有另外一種是 平常是自拍桿 可是他到根部的地方 他可以折九十度 他就可以九十度那邊轉 我們就試試看這樣轉 然後呢來拍幾個場景 We are the love survivors We are the love survivors We are the lucky ones We are the soul providers We show you how it's done We got this fire started Hotter than the sun We are the love survivors We are the lucky ones 各位我們今天是在東京的第七天 你們現在聽到的聲音並不是喇叭壞掉 是這個太操勞 有一點點這個小感冒 不過不要放心沒有確診 那我們現在人呢是在這個上野公園 因為我們今天的通稿已經結束 今天比較早結束 所以呢算是稍微大家一起出來走走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今天上野動物園沒有開啦 就感覺是一個很有年代感有點日式的公園 然後整個日式造景很棒 然後我現在帶的這個桿子呢 是他們最長的桿子 這個也是原廠的這個官方配件 各位這個最長可以到三公尺 所以呢 當然前提是你周遭不能有人 你要注意一下 那你拉長一點點 你就可以拍出那種更高的空拍機的視角 在環繞著你用這個Insta擦散 現在東京的九月的天氣非常的舒服 才感覺體感溫度才23度24度 然後涼涼的有風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個版本是HDR的模式 所以你看背後的雲彩 整個層次都拍出來了 很漂亮有沒有 哇這個雲真的是超漂亮的 在東京第七天什麼感覺 我覺得可以再來十倍的時間 太久了吧 直接住在這裡 想再來 想再來 一直來 怎麼大家都繼續來 想住這 你說上野嗎 移民到這 住哪兒都好 買房買房 我剛剛還幫你打雷 你有拍到嗎 有啊 好酷喔 各位我們現在是在東京的第九天 我們現在人在民宿 就是我們住了九天的民宿 剛完成了 最後一集對決的拍攝 所以基本上呢 包括對決 包括房地產 的這個拍攝呢 都完成了 只剩下一點點素材 包括呢 INSTA X3的開箱 就這支VLOG 還有一些商務艙的影片 我跟你講 其實本來這一集 是明天下午拍 想到 明天可以放假 想盡辦法 都要讓他在今天搞定 因為我們九天連拍 你在台灣 有曾經九天 九天嗎 拍那麼多製片嗎 唉 就沒有 應該沒有吧 這是一個紀錄耶 這是一個紀錄 我覺得在國外也沒有 超猛 超硬 因為我會覺得很超嗎 我覺得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認真 你們可以出國喔 那明天繼續喔 那明天不放假 不行啊 要不要放假 不要放假 愛米要去哪裡走走 想好嗎 你沒有會看這支片 他今晚就會去 他今晚就會去 待會就會去 回到故鄉的舅舅 對啊 終於回來了 終於回來了 我不想回去 你拍一下他買了多少東西 那個角落都是他買的東西 太扯了啦 你可不可以認真工作啊 我很記者 我們休息的時候呢 一樣是用這個擦衫 拍一些素材 給大家看一下 東京 的這個模樣 各位經過了十一天的出差 我們終於準備要回這個台灣了 我現在人在日本的這個成田機場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旅程的感想 我覺得蠻熱血的 雖然很超 可是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規劃這一次的旅程 還有節目 還有一些細節 然後在東京也找了很多人幫忙 包括找了房仲 包括找了翻譯 找了字片 等等等等 那我覺得執行起來是很不容易啦 包括日本版的對決 還有日本版的這個就是要看房 其實都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度 我覺得這次完全的回到以前的那種 很踏實 很衝進的感覺 那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使用全新的INSTA X3 的這個感想 我跟大家講 它當全景相機 我認為是地表最強的 它是最穩定的 然後畫質 然後各種模式 優化 你在手機上編輯等等 我覺得作為360度的全景相機 它一定是地表最強 這是無庸置疑的 市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要 做一些戶外運動 或者是去旅遊 極限運動 等等的話 它的這個超級廣角 還有360度這個特性 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呢 因為這一代 它的這個出口螢幕 加大到了2.29吋 而且是直視的 所以在預覽的時候 其實是 你可以大概預覽出 說你直視畫面 例如你要發在IG上 它是直接預覽直視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在APP上編輯 短短編幾個十幾秒出來 也是非常的快 剪一小段 放在線動上面的話 那這個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它當然它整個在畫質上面 我覺得盡量還是要在 光源充足的地方 然後還是要在戶外 表現會很好 然後它的這個 子彈時間 慢動作 還有第三人稱的這個視角 其實 你多花一點時間編輯的話 也可以做出一些 很魔幻的效果 所以再次 感謝這個 INSTA X3 贊助本支影片 我們才能夠順便的 在這次旅遊的過程當中 很匆忙 很忙碌的 一些小空隙當中 我們用它 來記錄一下 這一次旅途的心得 那已經兩年多沒有出國了 這次出國其實還是很開心 連操九天 然後呢 我們總共拍了 兩T多的素材 然後十幾集 大家都很小超 很辛苦 但我覺得很踏實 希望大家期待我們陸續要發的 十幾支 日本型的影片 我相信 一定非常精彩 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對INSTA X3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去下方的這個資訊欄位 我們有留這個連結 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如果你是 喜歡戶外運動的人 或是喜歡拍一些 特殊鏡位的人 他超級好用 穩定性也非常高 那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就 下一支 東京影片見啦 掰掰 就想看 就想看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次之後 就說 在這個影片 這次影片 就幫你看 好嗎 我們發現 我們可以看到 好嗎 我們可以看到 好嗎 好嗎